Hello大家 然后我现在在地铁站 今天我要去的地方呢 是许春 是我第一次去许春 要坐到许春 它离那个杭州非常紧 在一站就是那个鱼航高铁站了 然后现在我要去找点吃的 但是我感觉这边真的是太慌了呀 就是我现在在这里 这边真的是荒芜人烟 然后这辆车是这边的特色 就是海尼市区没有的 这种好像是载客的 也很便宜 差不多十块钱左右就可以坐这种车 然后我现在打车到了这个地方 前面好像是一个网红店 然后我想去看一下 就是那个小红书上的推荐还是蛮多的 这个地方是真的挺偏的 然后汽车过来的话差不多是十几分钟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到的地方 这里好像上面也有住人 上面的话是吃饭的 不过这边好像都是住宅居 之前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的那家网红店 他今天居然关门 然后就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吃了 反正这边真的是用四个字形容 就是穷乡僻壤 是真的找不到什么吃的 而且你们也知道就是浙江作为一个美食荒漠 然后要找一家比较正宗的地道的小吃还是比较难的 我要坐这个312这辆车 然后坐到终点站加仿城这边 预计现在还有十二分钟 然后我说起来许村这个地方 我身后就是那个许村新天地这边 刚刚我在里面吃肯德基 就是这个许村新天地啊 就相当于我们海底的那个林泰城 商家的入住率不是很高吧 大概有十户 十户左右的商家 刚刚那个就是车来了APP 然后没搜到这个312 我还以为这个312它就是不经过这边了 差点打了个滴滴 然后现在那个公交车来了给你们看一下 终于上车了 这个车等着我是在这太辛苦了 等了有20分钟 然后我现在到这个加仿城了 给你们看一下 很多许村人其实车牌都已经上这A了 因为这样的话去林平比较方便 其实许村还是属于海林的 然后我说一下我第一次去许村的感受吧 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而且它的那个娱乐的地方 它分散的都特别远 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然后去另一个地方 就要开车差不多是十几分钟才能到 反正就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春 然后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加仿城 我先说一下我之前一次都没来过这边 感觉就跟海林的皮革城差不多 然后给你们说一下这边的话是做批发的 就是窗帘的批发 然后还有一个区 还有一个区是在老的地方 好像走过去也不太远 但是之前那个商家它是不让拍手的 这种的话一套的话多少钱呢 这种你要十件还是六件 十件的话就是十件 十件 十件的话就是1280 是平台的 是我们韩面选的 是我们的主要人家 这家庭护着 是我们的家庭护着 十件是在辑外 我们的家庭护着 我们的家庭护着 这个製造的地方 从és上部都已经平台了 因为在九十年代 可能是出的 很药帅 是我们的家庭护着 人家庭护着 但是我们的家庭护着 再来 这个地方 都是一个药帅 没有,这家庭护着 这个地方 小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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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都有利益 大便 這個是真是黏的 黏色油 黏色油 黏色 黏綠 黏綠 黏粉 黏綠 你想要買 四件 十件 六件 我應該是有的 要好一點 還是 詞惠一點 這裡 你看一下 反正是 隆重 也有的 大氣餅 也有的 小米 是吧 還爽 還爽 那這個也很大氣 大氣餅是這個 要買這個嗎 白紙 那不要 這個是四件套 沒事 來看一下 四件套 不用了不用了 你買賣肯定要開的呀 那我們現在再看看吧 我們還是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不是 有的 是嗎 有的 是嗎 是嗎 可以走 沒有更多美話 不常的話 不正 嗯 然後 只有這 紅色的門都是結婚的 我们不洗的 不是 这个是人家结婚的话 就把手要硬 嗯 用这个 想硬好地 手拍里面就可以 他老啥个病吧 都是很远想 很远想不是挺拍的 很远想到这些都是提提拍的 凯胜是一些品牌上市的 这是大品牌之一的 凯胜 对 怎么摆娘介绍 凯胜的上面这个多少钱呢 这里每一套都是凯胜的 感觉这边卖被四件套的地方还挺大的 楼下好像没有 就三楼 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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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爱的 一口 还是 太冷了 谢谢观看